回到深入阅读说书会管理的实务 这几年知识工作者当然是越来越多嘛 所以呢在管理上一定会跟普通 纯粹做生产制造的工作者要有所不同 那彼得杜拉克他从知识组织的方向来说 告诉我们又有什么要注意的点 这一块呢我想请Herrine来替我们说明 好就像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知识工作者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那我们这些知识工作者他都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归属 例如说律师啊税务师这些他有一个他特别的功能 那如果他的这些知识啊就是越先进 他就越有可能在跨工作小组工作那并产生他的贡献 而不是说只维持在他原来的单位 例如说像律师可能公司在聘请一个员工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劳动合同的关系啊 那他可能就要去支援人资啊那把他的这一些法律知识 然后投入在这个人资的单位去让他做决策 然后产生出一个成果出来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贡献 或者是说业务单位在跟客人签订单合约的时候 那他可能需要一些法律的资讯 那这个律师就会跨到跟业务单位合作成 就是组成一个工作小组 然后把他的知识给他投入进去 那所以知识组织呢 他会有一个两个特别的轴 就是一个是他的功能 就是管理人员和他的这一些知识 另外一个就是工作小组 管理他的工作和任务 但是刚刚Angel有提到 就是工作小组他需要有很大的自我规律 这是他的一个可能主要的弱点在 所以就是在彼得杜拉克他提到说 对就是可能刚刚提到的功能结构而言 就是工作小组这样子或许就是跟功能结构 他可以是一个重要必要性的一个互补存在 那以上 好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我们下一段的讨论 我们下车的讨论